比较容易变成乌贼车啊 那么家里如果有这个像50cc的啊 或者是老旧打挡车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咯 环保署规划要提高废气的标准 这一下呢全台湾恐怕有370万的 这个摩托车得要花五六千块钱 更换排气设备来这个检查才能够过关 一边骑排气款不时喷出阵阵白烟 这是50cc的二行程机车 车牌上贴了今年排气检验合格标章 但未来又过关恐怕不容易了 所以有些老车呢 事实上一骑车二骑车三骑车 标准就很宽松 加盐这个使用车辆的标准 这个是有在规划中 环保署研领要将二行程机车 也就是大部分的50cc机车或老旧打挡车 从原本一二三骑的排气检验标准 提升到四五骑 举例来说三骑的排放标准是 氮化合物可容许9000ppm 未来提升到四骑排放标准是2000ppm 这项子恐怕全台湾370万台 二行程机车都不合格 除非花五六千元更换排气设备 或干脆太换酒车 排气标准被严格引发民众不满 换车不住款也只有1500元 那环保署寄铁腕实在是也因为 市区空气品质很差 这里是台北市中山区被环保署 平定成台湾空气品质最糟糕的地方 中山区被列为空气最脏 就是因为气机车密度高 统计发现氧化碳浓度最高 前三名分别是台北市中山区 新北市三重 北市万华 二氧化碳最高依序是 北市中山区 北市万华 北市松山区 两项空物指标中山区都名列第一 降低气机车排放污染物 成了改善空物的首要目标 中天新闻区小沛 陈兴顺台北报道